再有攬炒派成員懷疑著草 《文匯報圖文並茂》報道 民主黨副主席李永達今個月6日晚上 鬼鼠現身香港機場乘搭飛機離港 目的地相信是英國倫敦 報道更加指 據了解李永達預計短期內都不會回香港 昨晚9點左右 有網民在機場發現李永達陳樹英夫婦 當時兩個人只背著輕便的背包 之後再到行李寄存處 取出兩件相信早已是寄存的大型行李永達 再換上一件較厚的背心 和戴上一頂黑色的帽子 報道說 李永達夫婦似乎為了避免引起人注目 刻意選擇坐在位置偏僻的座位 至到晚上大約10點半 李永達辦理登機手續時 看來好像很緊張 不斷地催促職員 直至到登機正到手 李永達才表現得比較淡定 之後 兩人就萬無目的地遊走在機場大堂 但李永達一直都有戒心 大約20分鐘後 李永達在妻子的目送下 獨自一個人走進機場禁區 其後 她太太陳樹英 就向民主黨黨友發短訊 證實李永達已離港赴英 又感謝黨友的關心 但就說不會為丈夫代言 如果有需要 李永達會自行回應 而在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的Facebook上 就有一張兩日前和李永達犯罪的相片 回看李永達過去的所作所為 或者可以了解他著草的原因 身為民主黨的元老 李永達和金主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關係密切 曾經有文件揭發 黎智英在2012年至2014年的短短兩年裏 向民主黨捐款一千萬元 去年初就有傳媒拍攝到 黎智英因前年參與831非法集會被捕獲獎保釋之後 立即就和民主黨的何俊仁、李永達和工黨的李卓人 在西環的一間餐廳聚會 有人還爆料說在犯罪期間 黎智英直呼李永達做傻達 還叫他不要掛著吃東西 而當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 勾結外國勢力罪被還押之後 李永達也去過黎智郭收押所探望 過去也不時有傳媒拍攝到李永達 到黎智英的大宅密會或者一起外出犯罪 還有一件事或者更能說明黎智英對李永達的照顧 和黎智英和被內地官媒指為禍港四人幫的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2013年獲黎智英資助創辦議政平台 香港2020 而在2012年各族連任立法會議員失敗的李永達 據報就收取高薪獲香港2020 聘任為研究總監 時間上可謂配合得天衣無縫 但短短三年之後 就有傳這個平台因為財困而縮屁 李永達也已經離職 除金主官司前身 李永達自己也被控在2014年的非法佔中期間 在中環金鐘不同地點煽惑他人犯公眾防擾 2019年4月被判罪成 判監8個月緩刑2年 李永達在2019年判刑前更說 連坐牢都沒坐過好像不像樣 被批評為美化坐牢 未知李永達是否因為佔中案緩形奇滿 又眼見金主黎智英和多名黨友相繼被捕入獄 是吐死狐悲 還是他自己心中有鬼要著草避窄呢? 好看 今次回到最後 喜歡給你 好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